莫不等恰臣勞,土瞻未聞之意 那這個在說什麼呢? 他這裡指的是說 菩提種子,藉以此抽薪 正覺之涯,念念因之增長 說五種類別的修行人,人、天、身文、元絕、菩薩 終歸到一佛乘 那主要他是本據 為什麼他可以回歸一佛乘? 為什麼他可以回歸到一佛乘? 因為佛,正的佛火不是我要去正 本來就有了 是因為我們妄想太多了 我們被這個成年的污垢卡住了 成年的污垢蓋住了 現在成年的污垢你已經挖掉了 骯髒的你都挖掉了 你的本性就出來了 不是你去正道的 是你本來就有的 叫做本據佛性 所以這個信德法能生佛果 它本據本來信德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會有了 所以那以此之心 眾生心性本據本來就有這個菩提種子了 要等我們修行菩薩到之後 漸漸修學才有辦法做佛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了 被蓋住了 那這裡總要就是說 指著剛剛佛 剛剛前面那一段說佛 一陰說法 說法破種種的塵勞 那也滋潤了種種的根基 那今天可以聞到這個善法 出世之法 聞到這個善法 聞到這個善法 因為你恰恰的剛好滋潤了 滋潤到你自己所需的 那你聞到這個善法 你發芽了 發心抽心 就是 就等於是抽芽了 發心抽心就發芽了 種子就是文法 種子就是文法 你文法 因為前面說 一陰說法 佛陀說法 誰類各得解 那你聽法 聽聞佛法的種子已經發芽了 你聽了 它發芽了 發芽了 正覺之意 念念 應之 征掌 發芽了 發芽了 一心起於盛行 一心起於盛行 門於八萬四千 就是說一心而起的 一心而起 請問一心是指哪裡 你知道嗎 一心是指的剛剛 菩提於種子之心 文法的心發芽了 你要依這個發芽的正覺之心 你要怎麼 這個 而起 依心而起 這個正覺的心 怎麼樣 是一個很殊勝的法門 就是說 我們剛剛 正覺之芽 已經起來了 已經發芽了 你要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 這個心是非常殊勝 殊勝的法門 門於八萬四千 那你按照自己的力量去修行 總之就是方便有多元 歸圓 無二入 所以 門於就是八萬四千 八萬四千 叫門 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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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呢 愚呢 就是 一襯法 愚者 一襯 一襯 那這裡再講 眾生的根器 各隨其自己的根器 修自己所應該的法能 所以 依菩提心修菩提行 世間的善得到 稱為殊勝 那 原眾呢 所修 勝過於外道 就是說 我們呢 以世間的這個善法來修行 怎麼樣呢 還勝過於你的外道的善 還勝過於外道 就是你在一個佛門裡面的世間的善 勝過於外道的善 那世善是諸佛 敬業正因 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伏筆 他這個也是一個伏筆 為什麼伏筆 因為 韋提西夫人 這個後面會講到 他講到 他請釋迦佛 怎麼解決煩惱的方法 釋迦佛他講的 是十三個定官 最後啊 十四十五十六 是佛自說的 佛自己說的 那個是什麼 因為 那個是善善的 世間之善 因為這個世間之善 是諸佛濟業的正因 所以佛教多門八萬四千 正如是為了眾生的基不同 所以門門有不同 所以有種種的跟氣 建教頓教這個 但是都毫無差別 怎麼樣 什麼方法 讓你進入 那 波瑞戰 就是有這麼一個 一本書 這不是唱那個什麼 爐香戰 不是 波瑞戰 他說 門門不同八萬四 為了滅無名 無名果 夜陰 利潤 任即是彌陀號 當然這個 波瑞戰 波瑞周三內 的一個文章裡面 他在說 以歐蜜陀佛 這個佛號 這個法門 來滅無名果跟夜陰 好 那 過來了 頓見 則各稱所宜 隨緣者 則皆蒙解脫 所以 剛剛說的 剛剛說的 就是通圖的佛法 其實我們的幾個 檢門 教法 華人宗 華華宗 弦守宗 還有 法相宗 這些教法 通圖來講 都是要次力修行的 都要次力修行的 他這裡 見頓則各稱所宜 隨宜者 則皆蒙解脫 實際上 就是說 光是一個 我們講 念佛 也很多種 那 等一下再講 那個念佛 我們先看這裡 就是說 良醫應病與藥 真正的一個 良醫 我們講的 大醫王 什麼病給什麼藥 眾生受教 之後如法修辭 那波周經裡面 他說 或說人天二乘法 或說菩薩果音 或見或頓說明空有 人法二障 通通潛除了 我執法執通通潛除了 就是通通去除了 那不愧念佛 那不愧念佛 往西方 根性立者 根性立者可以蒙立 頓著 頓的人 頓跟著人 怎麼樣呢 無有蒙其立 也是 可以 得到這個利益 就是最重要 釋出教義 終歸念佛法固 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伏筆 他說 見教頓教 教則各稱所 就是說 在我們的教法上 有很多種 其中有一種 就是念佛 往西方 但是你可以隨緣 隨緣 看你是要 仁天法 還是佛山 但是你做非常頓根的 欲張很深的 你可以念佛 無有 其實他就是說 意思說 頓根跟業障很深的人 沒有辦法得到利益 沒有 因為他沒有辦法讀教理 他沒有辦法讀教理 沒有辦法讀教理 因此 因此 應該要怎麼樣 頓見都要隨緣者 則皆蒙解脫 就是說 我要開這個法門 我要開這個法門 因為 頓根的人 笨笨的人 業障很深的人 他沒有辦法聽得懂 這個教理 所以最好是 要念佛 這裡是我把它頓錯 這應該要再一個句點 那整個這裡 莫不等恰成熬 到這個隨緣者 則間蒙解脫 再說什麼 說如來說法的效果 如來說法的效果 佛出世的時候 應眾生基 眾生根基宣縮 除了淨土法門之外 還有很多法門 應當解脫的 都是那個時候解脫的 應當成熟的 都成熟 就是說 佛在世的時候 就是佛在世的時候 都講 世聖地 苦極面 到十二因緣 八正道 佛說 那時候 適合喊 能適為 佛說的 可以解脫的都解脫了 該成熟的也都成熟了 剩下什麼人 沒有成熟 就是剩下我們都沒有成熟的 那個 密碼眾生 所以 就是要修淨土法門 它有這個意涵在 有這個意涵 所以有時候看這個 冠金士鐵書 要 要時常 有一點要 要思維很久 他有一點 為什麼他 我寫這個筆的人 為什麼要這麼寫呢 為什麼 隨運者都接鋒解脫了 其實他意思說 佛出世的時候 該解脫的人都解脫了 那我們這個末法的人 末法的人 怎麼樣 沒有啊 就只能除了淨土法門之外 還有什麼法呢 就這樣 所以他有扶這個筆 有說這個筆 好 那過來 南眾生 葬眾 取物之者 南起 這也是南起 南明 明也有 明天的明 這個 他在說 說什麼呢 這裡 吾有片 他在說 根氣很鈍的人 這個 這個業障很深的人 的眾生呢 不堪 沒有辦法教 教化 打不下來 沒有辦法教 哪有分四類 第一個 根利 他根很利 沒有 頭上沒有烏雲 就是頭腦 沒有種種的障 沒有種種的阻礙 那這個呢 就是怎麼樣呢 很快速就可以得到 他的根氣呢 就是屬於他的頭腦很聰明 但是 有一點被遮 有一點被遮 比如說 哪一種呢 哪一種被遮呢 就是 央絕魔 佛陀的弟子 有一位 央絕魔弟子 這個名 這個人 他不是 跟外道學習 他說 只要你 殺人 取下 手指頭 還是頭 就是要取下 比喻了 要一千個 那殺殺殺到最後 剩 七一格 他要殺他母親 佛陀就叫他 就 敢化他 殺上百人 佛陀就敢化他 他一聽 一聽 就馬上 就開悟了 就成為阿羅漢 這個就是說 他的 他的根 智慧很高 但是 沒有遇到 你沒有遇到很親 很好的老師 算是指導他 所以他就學外道 這個就是有遮 有遮 但是這個也可以成為 修行的道器 就是修行 就是法器 他可以成為 大將之才的 那根頓無哲 就是修行的 根頓無哲 就是 他的智慧很差 但是 沒有人 沒有人會 等於說 他沒有遇到什麼外道 他沒有 不會去跟外道學習 乃至說 他可以跟佛陀學習 就是誰呢 坐立盤陀 坐立盤陀 就是 他很笨很笨 佛陀叫他一句 所以他都去掃地 負責掃地的 他頭腦不好 但是他很努力 很努力 在這個寺院裡面 有很多人這樣協助他 他很努力 那就 他就這樣子 後來 他就怎麼樣 他就成為阿羅漢 成為阿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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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佛陀教他 教他 教他一個 身口義的事情 那教他一個祭語 他就忘了 又教他又忘了 所以 誰送誰忘 但是久久送得 久久送 久久的學習 就成了阿羅漢 所以也可以得到 只有第四種跟很鈍 智慧很差很差 又怎麼樣 又有哲 有哲就是 遇到很不順很不順 乃至遇到 不是好的老師 外道 這種就沒有辦法得到了 就不能得到了 比如說 就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人 像這種第四種 這種就好像說 很多那種 真 刺在身上 不知道真在自己身上的人 就是說 已經不知不覺的 已經傻到這樣 傻到這樣 不知不覺 他說 下跡之人 索取悟心 下跡的人要有所領悟 要依心起行之道者 難辨難民 如這個 這個眼睛瞎的人 要叫他變色是很困難的 就是說 這種 這種已經 很愚笨的人 他想要開悟 想要修行 但是真的是很難 像這個盲者一樣 不能變色 許可如來 只有拜託如來 怎麼樣呢 說 大悲善巧 隨以教門 術過橫沙 只能各種全巧方便的 八萬四千法門來教 所以在大莊經論裡面有說 佛說 我為在家說法 亦為女人說 我為女人說 亦為淫女說 亦為極惡的人說 亦為 等於說佛頭 為很多 為笨的人說 為女人說 為淫女說 為惡人說 為貧窮人說 為貪心的人說法 為愛喝酒的人說法 他都隨以說法 雖可教義多門 而皆依心起行之門 就是說 這個大家看清楚 大家要清楚 就是用各種法門 都讓你的種子發芽 讓你的補體種子發芽 我們就是說的 真善生心 一定要開啟 用五戒十善 三好 四給 乃真善生心 那這個依心起行 依真善生心 乃起行 那這個 這樣的於 煩過人 一定可以得到利益的 對不對 煩惱之人可以得到 僅得少 雖然是少分 但是 南周足懶 就是說 念佛能令 下根器的人 快速 可以感覺 得到大寶 可以得到 可以到大寶 最少他有少分 他沒有辦法全部知道 但是最少也有少分 那這樣也是很好 這樣是很好 那我們說實在 現在的人的業障 業障現在人是沒有慚愧的心 還有呢 現在的人呢 就是業障也就是很難值 可以去遇到迷思 可以很難去很難 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善知識 還有就是對於我們自己的領悟 遙遙無奇 所以這個叫做我們的障重 業障重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宣說 淨土法門的因緣 總之就是業障重 那過來呢 他在說 遇嬰 遇疾至起 我今樂遇 往生安樂 唯願如來教 我思為 教我正受 如來教我思為 教我正受 這段話說什麼呢 這段話 遇嬰 遇嬰 是要這樣 我們跟這個皇后 尾提西夫人 一樣 一樣 有這麼一個狀況 都有這麼樣的狀況 那皇后有什麼狀況 皇后 那這個尾提西夫人 是一位皇后 那他呢 怎麼樣 兒子篡位 那就窮盡他的國王 那他為了救度國王 他兒子跟他仿慕成仇 要殺他 那沒有殺他 後來沒有殺他 把他關起來 那就是這個皇后 尾提西夫人 就很苦 就求佛說法 念佛求佛顯現 來跟他說法 跟他說法 所以呢 這樣子 我跟你講 這樣子的苦 跟我們世間現在的 每一個人的苦 是一樣的 所以欲陰 陰 就我 遇到跟韋提西夫人 同樣的這樣的陰 所以請我 所以呢 所以我跟韋提西夫人一樣 請 歐彌陀佛 請釋迦佛 請 至請 請釋迦佛 我今 我今 想要 學習 無憂腦處 我想要學習 我想要學習什麼 請佛陀跟我說 怎麼樣才不會起煩惱 為願世尊為我 為說廣說 為了說 這個 無憂腦處 我當往生 那 通勤往生之音 這個就是 為什麼佛陀講那個 往生呢 往生的這個音呢 就是因為 韋提西 韋提西夫人 其實 這個紅鐘 鐘 要有人扣 敲 才會 喔 其實 釋迦佛 就已經在等著 等著誰來扣鐘 等著為提西夫人扣鐘 所以呢 其實 釋迦佛早就等著這個 這個音源 要來說 說什麼法呢 無憂腦處 那 那 說無憂腦處 所以 這個 我要講 韋提西夫人 請 釋迦佛 說 無憂腦處 是講的是 十三關 《關無量壽經》裡面有講 十三關 這十三關 這是定關 後來 後來 微提西 可能 兩眼 兩眼 張不開 為什麼 聽到都 無 沒有辦法講 那麼難修 他講不下 佛 就自說 就佛 所以 《歐彌陀經》 無請自說 沒有人請佛說 佛自己說的 所以才會教十四十五十六 修善法 往生極樂法 我願佛日 教我關於清淨夜處 熱身安樂之願 我願 我也只有佛陀 我只有佛陀 來說明 教我 教我什麼呢 思維正受 就思維 這個思維叫專心 離開邪亂之想 名為正 教我正受 所以 教我思維 其實教我修禪定 教我修禪 在教我怎麼樣 因為我的習心 習心 我的習 讓我的心靜下來 我就 離開邪亂想 心眼就開了 就清淨淨土的環境 極樂淨土 可以生起這個因緣名為獸 因為什麼 禮獸 他看到了 各位 正受正在離亂想 那他 因為離開這個 胡思亂想的心 他已經看到了 極樂世界 叫做正受 所以這裡 這裡有特別的 如果你以歐寒金來解釋思維跟正受 就會跟這裡不太一樣 會不太一樣 這裡的伏筆就是說 離諸妄想 可以清淨之情淨的狀態環境 那偉提心 曾聞諸佛的淨土 盡心所改 諸佛的淨土 所以他有清淨的心的所改 所以心定觀經說 等事彼所聞教 又聞禁業要須觀行故 所以尊前聞此 聞今此請 已知 雖捨聖道歸淨土門 這裡打一個錯 淨土門 唯願行分歧乃霞自立 就是說 其實這裡要說明就是說 就是因為維提西夫人的原因 說了淨土法門 那因為他有看到這個極樂世界的一個狀態 禁禁 那這個當然 這裡就已經告訴我們了 但是心定觀經也是說 你要清淨的業 禁業需要觀行 但是在這裡伏筆就是 是就是說 你只要這個失離開妄想 好 好 過來 蘭蘇婆化主 因其請故 極廣開淨土之要門 那各位你要知道 那這個是誰呢 這是誰呢 這是 蘇婆化主是釋迦摩尼佛 因他 因誰 偽提西夫人的 請法的原因 所以開了淨土法門 這個是當然 這個大家都可以知道 那 都可以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觀文亮壽經十三觀 是 是偽提西夫人的請法佛說的 十四十五十六 是 這個佛字說的 那 廣說 廣開 這個兩個字 最重要就是 因為佛說 十四十五十六 那十四十五十五十六 這個就是講 九平往生 特別宣說九平往生 那這三個呢 十四十五十六呢 是在說什麼 善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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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會講 好 那 這裡呢 這裡 定善二兩難 那定善門 是定善 這是 由韋提西請的 善善門 是佛自己說的 就是十四十五十六 善善門 佛之說的 那 金言英 請故 廣開 這個 這個 淨土法門 那其實這個 廣開淨土法門的 其中一個 九平往生 所以 關經裡面講 關經說 密義宏願 其實這一本 就有很多的密 關經四鐵書 有很多的 佛的密義 就是 符筆都有在說 弘揚本願 歐密陀佛的本願 念佛為終 念佛為終 那念佛有 慈敏念佛 十相念佛 觀相念佛 觀想念佛 那 慈敏有金剛念 追頂念 有怎麼念 的方法 佛修定善 都是一種 調節眾生的根器 那 去路念佛 念佛 定善 乃是人路的 念佛的 要法之法門 故明 為門 這兩個門 都可以進入的 這兩個門都可以進入的